《獨立特派員播微型屋》 這個單元的時候 很多觀眾就開玩笑說 那你覺得微型屋如何啊 你會不會想要住進微型屋啊 思考一下喔 特派員來開箱 大家好 我是婷宇 我是丹妮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微型屋喔 這股風潮正在全世界流行 也在台灣逐漸萌芽呢 知名的企業家馬斯克 他也是微型屋的愛好者喔 他把手上好幾棟的豪宅全都賣掉 選擇搬進微型屋裡頭來生活呢 真的很難讓人家相信對不對 對啊 很多媒體也有正向報導這件事情 不過他也有屋主的身分 跟大家分享說 住在小房子裡面其實比較溫馨 還會節省很多不必要的花費 CP值很高 是啊 所以啊 財富不一定跟房子的大小成正比喔 那這個現象呢 在社群上也看得出端倪 Google Trend顯示 Tiny House的關注度 在近十年是大幅增長 Instagram上面也有三百多萬則相關的貼文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微型屋吧 什麼是微型屋呢 微型屋Tiny House 顧名思義就是小坪樹的房屋 室內空間大約是11坪 外觀上有各式各樣的形狀 微型屋雖然不大 但常見的空間配置 就包含了廚房 客廳 衛浴 以及一個房間 微型屋的室內設計 都會以好收納的家具為考量 屋主通常都會捷徑所能來規劃 內部設備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有些微型屋還主打可以方便移動的功能 讓屋主可以到處翻移 那麼微型屋跟傳統建築有什麼差別呢 以往建造一棟房屋 會需要打地基 灌漿 配管線等等 許多繁雜的工法 大約需要花費2到3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不過微型屋只要在工廠裡面組裝 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連內部的管線都已經整理好 再加上系統化的製作方法 讓微型屋可以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大量的製作 和傳統房屋比較起來 微型屋的建造真的是相對省時又省力 認識了微型屋之後 我們來聊聊它的起源吧 微型屋最早是出現在美國1970年代 住越大的房子表示我越有能力 這樣的價值觀 滲透到美國的文化當中 而微型屋這種小房子的出現 就是主打著售價便宜的優勢 來打破這種不健康的消費文化 在2007年到2009年 全世界經歷了經濟大蕭條 有越來越多的民眾 傾向以更低的負擔來擁有自己的住家 於是在那時候就出現了微型屋運動 微型屋的入手價格親民 確實吸引了不少人的購入 那微型屋的購入門檻到底有多低呢? 以美國2022年的數據來看 平均的房價落在348079美元 然而購買一間微型屋的平均價格 卻只要45000美元 這兩者的價格 都度差了30萬美元左右 在這些購物成本的差異下 有越來越多人 不再願意背負著高額的房貸 反而選擇購入微型房屋 這樣的理念 也從美國開始向外擴展 微型屋便開始在不同的國家百花齊放 而台灣 近幾年加戶人口數逐漸的降低 小型住宅成為了趨勢 也讓微型屋有了萌芽的契機 在台灣購買一間微型屋 入手的價格落在200萬到400萬台幣 這樣的價格有多麼吸引人啊 雖然在價格上取得了優勢 但微型屋在台灣真的行得通嗎? 其實法規會是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根據建築法第四條的規定 固定在地上的才能定義為建築物 必須要申請建造才行 所以目前台灣的微型屋 多數都是以非固定 可移動的方式 來作為法規上的解套 不過除了法規的問題之外 還有土地的問題 住宅建地的售價高昂 要在農地上蓋房子 又有許多的限制 就算微型屋可以自在地移動 但在地下人愁 寸土寸金的台灣 要找到一塊地來放置微型屋 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總觀上述的問題 目前台灣屋主購入的微型屋 其實還不是以住宅目的為主 許多屋主會把微型屋當作民宿 這些獨立的空間 加上舒適的設備 讓旅客在短期居住的體驗中 獲得了大大的滿足 微型屋運動的發起 原本是要為了實踐居住正義 然而結果又是如何呢 現在許多年輕人想要買房 就必須要考量到 背負龐大房貸的壓力 再加上物價指數不斷的攀升 大家犧牲的往往是生活品質啊 如此一來 只好退而求其次 選擇繼續租房子來過生活 年輕人還因為這樣的常態 被冠上了租房世代的稱號 微型屋看似能夠成為解方 讓想買房的人 在高房價的市場中 有一個新的選擇 但從國外的經驗來看 多數微型屋的屋主 本身就有一塊地 用來放置微型屋 甚至原本就有其他的房產 結果微型屋最主要的消費者 反而不是那些還在考量 是否要背負高額房貸的人 儘管如此 微型屋的出現 確實讓住宅 跳脫出不動產的框架 也讓大家對於居住議題 有更多想像的空間 雖然說很多人覺得 要在小空間裡頭生活 好像很困難 但是小坪樹的房子 其實已經變成 現代社會的主流了 傳統大家庭其實慢慢視為了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他們選擇 單身當頂客族或是自足小家庭 內政部2023年4月的資料顯示 全國平均家戶人數為2.55人 很低耶 對啊 一家四口都不到 特別是都會地區的人口 是越來越精簡 也因為這樣子 建商因應的市場的需求 這幾年開始推出一些小坪樹的建案 那這樣子總價比較低 可以讓更多人負擔的起一棟房子 小坪樹的局勢空間 好像就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獨立特派原播微型屋 這個單元的時候 很多觀眾就開玩笑說 現在台灣各個都市的房子 都快要算微型屋 因為太小了 所以在這樣情況下 價格相對便宜的微型屋 搞不好未來就會成為趨勢 很值得我們觀察 那你覺得微型屋如何 你會不會想要住進微型屋 思考一下 那我現在對微型屋的想像 其實就像是去露營 住帳篷 或是說住在小木屋裡面 不過這也不過就是兩天一夜 或是三天兩夜的事情 對啊 那個還不算是太真實 我覺得如果讓我住一個半年 或是一年 那才會有最真實的感受 婷瑜姐呢 你有想過要不要住微型屋嗎 這是一個好問題喔 我有想過 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後 我可能會想要住微型屋 為什麼 因為如果像你這個年紀的話 比如說三十歲左右 然後可以用實惠的價錢 一兩百萬買一個家 然後移動性高 又可以四處旅行 撞遊一段時間 我覺得挺好的啊 那至於二十年後呢 到時候年紀大了 我覺得生活應該要簡單一點 那空間不要太大 打掃起來比較容易 生活也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那你有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後 現在不願意住在微型屋的原因是什麼 現階段 因為我覺得生活工作都比較忙碌 我就會希望家或住所 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 還想要定下來就是 對 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如果微型屋 象徵變動性比較高 然後空間相對小的話 可能就不是當下 現在最適合我的選擇 不過我覺得 每個人對居住空間的需求 還有可以負擔的程度 其實都不一樣 找到適合自己又可以負擔 然後舒適的狀態是最好的 真的耶 像我自己現在是住在家裡面 那住家裡真的比較省錢 節省不少開銷 要謝謝誰 我爸媽 感謝爸媽 不過其實我也曾經想過要搬出家裡 比如說跟我的伴侶 或是跟我的寵物一起生活 我覺得有這樣的空間 也會滿不錯的 那像現在房子越來越貴 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 要是我買一間房子 我都覺得負擔不起耶 而且這樣房貸一杯 就要到老了 現在都三十年耶 對啊 那可能我老了那天 房貸都還沒繳完 而且換句話說 如果我還有要養小孩的打算 那這些賺來的錢啊 我都要拿去繳房貸養小孩 那我怎麼樣顧及我的生活品質 變房奴是不是 對啊 所以像是你想要吃好的啊 用好的啊 或是你想要出國旅遊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這真的是每個人價值觀的問題 你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想要負擔多少 在你的房子上面 年輕人買房真的不容易 是啊 然後房屋 也一直在往後眼 所以可以看出這個趨勢 像是天下雜誌就有一個調查 他們在2013年第一季的時候 發現購屋的最大主力 是落在跟你年紀差不多 30到35歲的消費者身上 不過到了2022年的第一季 購屋的主力就落在 50歲以上為大眾 真的差很多對不對 差很多耶 剛好這樣子 有沒有 從這個世代 到另外一個世代 所以居住是一個人生大議題 怎麼選擇 也可以看出每個人 對生命的態度和價值觀 有些人是很有規劃的 從年輕的時候 就選擇小坪樹 然後成家立業以後慢慢換屋 這樣房地產 也變成理財投資的一部分 但有些人不想花太多錢 在房產上覺得租屋 微型屋 或者跟Danny一樣 跟爸媽住在一起 也不錯啊 也都是選項對不對 像我現在可以住在家裡 就真的很感謝我爸媽 再一次感謝Danny的爸媽 對 不過因為居住這件事情太重要 所以居住才會成為 台灣民眾最重視 但是也最痛苦的議題 衡量自己的財務狀況 因為我想接受自己的選擇 是很重要的 不過Danny 如果你要買房的話 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 我思考一下 我的考量就會是 兼顧跟安全性的房子 我覺得買房子花大錢 還是要住得安心才可以 很有趣 一般年輕人可能 比較在乎價錢 但你在乎的是安全跟兼顧 為什麼 我覺得是因為我小時候 經歷過九二一地震 那個時候半夜被家人帶出門 印象很深刻 我還需要睡在車上 然後露營的帳篷裡面 或者是操場上 其實這樣睡幾個禮拜 還真的是蠻可怕的 我覺得經歷過這些 兼顧耐住的房子 就會是我在乎的 那婷玉姐 覺得自己買房子的條件 是什麼呢 我覺得喜不喜歡 跟價格能不能負擔 可能是最重要 當然身為一個 煉價的巨蟹組 我也可以希望住在離家 很近一點的地方 彼此可以有個照應 很多人覺得家 家就只是一個房子 但家其實不是一個房子 還有住在家裡頭的人 家必須要用心經營 不管是房子的空間 或和家人的關係 如果和家人相處和諧 家的大小就不是很重要 是啊 如果像是家裡氣氛不好 我覺得 再大的房子住下來 也會想要離家出走吧 真的 不過如果婷玉姐 現在有給你一個機會 你要帶一樣東西 搬進國威心屋裡面生活 你要帶什麼呢 因為做這個題目 其實我想了好幾次 有一次腦中有一個 很荒謬的想法出現 我想要帶那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 角落生物的炸蝦抱枕 角落生物 認真 認真 炸蝦抱枕 不過它有出現一下子 但後來我認真想想啦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特別 要帶的東西 只要人平安心自在 好像到哪裡都一樣 你咧 你要帶什麼 我跟你應該不一樣 像我屋域這麼高 光是這題 我就應該要思考一下 要選很久 對 因為我是那種 連出門 旅行 一天的那種人 都要帶兩三雙鞋子 好啊 那你真的好像 不是很適合微型屋 目前不適合啦 不過微型屋的出現 讓居住市場上 多了一個新的選擇 對消費者來說 其實都是好事 現在有微型屋 有社會住宅 如果你要選擇買房 租房 或更多居住的選項 對整體社會 其實在居住議題上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趨勢 最後我們要來問問大家 你喜歡哪一種居住空間呢 在你心目中最理想的住家 應該是什麼樣的型態呢 請Benny來告訴大家 我給大家幾個選項喔 A選項 小巧簡約 夠用就好 我想要試試看 住在微型屋裡面生活 還有呢 還是B選項 我住的地方要超寬超舒適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微型屋耶 還是你有其他的想法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記得按讚訂閱 下面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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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